前一天原本與其中一位約好要去麗寶樂園玩 但另一位朋友臨時可以加入我們的行程 但他又不適合玩遊樂園裡面自己的設施 所以就改去台中市區觀光 也因為這樣我們三人終於又再次合體 就像前幾年那樣 第一家逛的店是賣一些盲盒公仔系列 我這個臭指南完全提不起勁 只能隨手拍拍紀錄 而另外兩位少女星爆棚的就逛得非常的開心 一樓主要是櫃台與大型公仔的展示 二樓比較多盲盒 以及一面拍照的牆 而另外一個是類似房間 然後呢它有一個哈哈鏡可以讓人看起來變高 那邊也能拍照 那因為買三個公仔就送一個贈品 因此我也被半推半舊的選了一個小小兵的 沒想到新手運就讓我抽到我最有興趣的 那其實呢一開始是來附近找餐廳吃飯 結果餐廳已經搬到其他地方 但Google地圖上的資訊沒改 就誤打誤撞的才有了這個地方可以逛 那這個這家店我記得好像每個時段 就是每個檔期會賣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這個這一次這個盲盒系列這個檔期 我沒記錯好像只到9月初 那接下來換下一個檔期我也不知道會是什麼 那其實因為我本人是就是只喜歡汽機車 然後就是公路經典旅行這種 所以當我看到這些東西的第一個反應就是 買來應該就是拆的當下很歡樂 之後它就會在要嘛就是儲藏櫃 所以要嘛就是桌上或者是一些不騎的地方擺著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有在收集一些那種 TOMICA小車車 但是因為小時候真的不知道愛惜啦 這車子都是各種亂丟亂擺亂滑 到最後也全部都變成送給那個小孩子啊 或者是一些捐出去 那我們大概下午兩點之後進來這邊用餐 因為下午之後這邊開 等待時間我們就先來拆芒果 那這一家的口味只能說 不是我喜歡的 那價格呢也是跟台北差不多 那第三站也是我們這一天在台中的最後一站 因為我們是當天來回 我們是去異想新樂園 那這邊主要是比較針對小孩子啊 工作人員是說針對3到10歲的小孩子 但因為我們當天是平日去 而且也算是開學 所以當天人非常少 就變成是我們三個18歲的人在這邊玩得非常的開心 尤其是那個球池 那這邊呢 他的門票賣法比較特別 有一區一區的賣 我記得他總共好像七個區域 一區一區的賣 或者是任選三區 全區這樣子 那還有另外幾個 是比較偏向拍照 那個就比較偏向是成年人 可以在那邊拍美照啊 網美那種 那這一區的話 真的就是小孩子 所以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就是他這些設施啊 高度其實都還蠻低的 我們假如說要爬進去的話 哇真的是從頭 要嘛就是跪到尾 要嘛就是都是蹲子 就半蹲彎下腰的姿態那樣 其實還蠻累的 可是因為還蠻好玩的 說實在其實我覺得好玩 不是完全在於他的設施 而是可以難得跟朋友這樣一起 放鬆耍飛做著 不屬於我們這個年紀 還在做的事情 然後不得不說 這個彈跳床的這種東西 看起來很簡單 實際上去玩 哇超級累 而且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個人體質的問題吧 我跳久了頭會暈 就是要這種暈車的那種感覺 會有點不舒服 休息一下就可以繼續玩 那這邊的話 要小心 就是沒熱身的話 很容易腳會扭到腳踝那種 因為其實這邊這種彈簧窗 很少人會去常常接觸 所以你很難預期說 他到底彈下去彎曲的程度啊那種 所以建議先暖個身再上場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會玩得滿頭大汗 明明就有開冷氣而且還蠻強的 但我們還是玩到最後都是滿身濕啊 其實呢我跟這兩位女生朋友的個性差很多 那我們的生活圈也是落成很大 但為什麼我們三個會成為很好的朋友 那這個就要從我國中開始說起 那那段時間呢其實我認為 學校或者是一些社工單位 給的所謂的心理輔導 或者是兒童心理健康輔導這一塊 其實我認為做的不是很好 就是我那時候父親過世那段時間 後面的幾年 其實我的身心狀況是 一直處在一個比較有差的情況 那是因為這兩位朋友 就是跟我聊天啊 就是帶著我 其實我覺得同儕之間的開導 會比舞蹈老師啊 心理諮商是那種來的更好 原因是因為同儕之間 會比較了解彼此的心理狀態 那也是因為他們的幫助 所以我才會變得像現在的開導 又靠北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我這個紀錄的方式 掰掰